我之前呢有一期视频专门讲了 就是来德国留学和读双严治的这样一个区别 讲了很多了 然后呢有些人还在纠结 到底是来双严治还是留学读研究生 什么什么所谓的好的工作 很多人还在这纠结这样一个问题 我再讲一下 就是国外呢德国呢特别是德国 这种教育呢和中国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在中国我们读书是吧 小学小学读完读中学中学读完读高中 然后读大学然后读研究生然后读博士生 基本上是一条龙把它读完 想读书的人就一条龙把它读完 就是那种在职的研究生啊 它是另外一个系统是吧 你就你可能就是上了课啊班啊 可能都不一样和全日制的它不太一样是吧 但是德国呢不是这样子的 德国有一句话就是像学到老活到老 在德国这句话我觉得是比较适合的 就是 就是它整个的教育系统 它是一种开放式的 就很多人他可能读完中学之后 读完高中啊 中学之后他就想去工作 工作几年之后觉得这个技能不够 然后再回到大学去去读这个大学 觉得有必要提升一下再去读大学 这种是非常常见的 就是我们不要把中国的这种想法就是 一条龙读完这种想法 读完了之后再来工作这种想法 放到德国的这种教育 教育体系里面 啊在德国呢更在乎的就是啊 你先去工作看社会上怎么样 然后你的工作期间 你还需要补充哪些技能 需要哪些方面提高 针对性的去提高 再来读书啊什么的 就是这样一个比较有针对性的 所以呢没有什么好纠结的 然后呢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 其实我们中国人来这边 来德国 嗯想做到这种高层的管理 其实是特别难的 就是说你你如果想想 就举个例子说吧 如果你在中国如果发展的很好 你就从低层做起 然后慢慢的发展 作为啊中层管理高层管理 可能有这样一个职业通道是吧 其实在德国这种职业通道是很 是很有限的 当然也有我也认识一些 很好的中很厉害的这种中国人啊 他们他们上他们作为很高层的领导 但这种是极少的 大部分的人在国外的这种发展 还是这种职业发展的天花板 还是还是还是就是很受限的 就是没办法发展的特别好 嗯对甚至很受限 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中国读书一般都是同学啊 有个毕业班啊或者说嗯 大学毕业特别是同学之间的友谊 特别的好 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啊 一起参加什么 照毕业照啊 参加什么毕业的这种典礼啊 是吧有这种东西 但是在德国呢 就是没有这种东西 很多人他德国嘛 读大学可能是四年啊 也是四年 但是很多人读完一年 他可能啊 哪些科目没考过 他就去跟别人读了 然后有些人会拖到五六年 其中会花一年的时间出去 试个席啊工作一下 花过六七年才把这个毕业证 拿到才毕业啊 就是2020年来开始读书的 上大学的人 可能和2023年进入大学的人 同时毕业 这个经常常见的 所以就不会说 我们同一届的呀 或者什么 这个就这种概念 大家要改变一下 这种观念要改变一下 所以 不管怎么说 我个人呢 还是觉得大家 想来德国的话 就是先过来 先进入社会 先能找到工作 就找工作 先找到实习机会 就是先实习 先进入社会 先进入这个行业 可能比在学校里面 要更好 要更快 更快速地融入到这个国家 知道这个国家需要什么 知道你自己需要什么 适合什么 可能 就是给大家随便聊一下 就先进入社会